3月16日,2024年贵州村超决赛在荣江县开赛,从预选赛62支队伍中成功突围的20强队伍,由此展开激烈角逐,冲击总决赛。 在决赛的开幕式上,共有包括球队、啦啦队、展演队等43支方队约3500人参加巡游。 现场,升着当地民族服饰的啦啦队成为球迷眼中的焦点。 大家举着手机,时刻记录下专属村超的美好时刻。 融入到老百姓的心中,身边的朋友都能接触到足球,不觉得它很遥远。 我过来就是感受这种氛围,感觉到非常壮观,感受到贵州这种浓郁的气息,很热闹。 伴随平地村足球队在对阵口寨村足球队中踢出的第一脚球, 2024年第二届贵州村超决赛阶段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。 现场,双方球员争抢激烈,刚开场10分钟,双方各进一球,为决赛的揭幕战增加了看点。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,最终双方2比2占平。 因为今年的比赛年轻化更多了一些吧,用人方面更多让年轻人主要以锻炼年轻人为主嘛。 战术上面基本上都是按各球员的能力来说来定吧。 好的,先打吧,争取进8强吧。 其实今天如果我们取胜的话,那么我们以后打的比赛就会打得很轻松。 战平拿了1分,后面都是强队,那我们要在后面的比赛能够拿到更多的积分才能晋级。 所以对以后的每场比赛,我们得更认真的对待。 球队的话,周末街友谊赛来带练,然后学生的话在学校自己练,像我们在村里面工作的,下班之后在村里练习。 因为去年我们是小组赛打进了8强嘛,今年我们想在去年的成绩上能够拿一个更好的成绩,向4强冲击,向冠军争取。 村超球场上球员奋勇比拼,而在球场外,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球赛,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展示,更能通过设置在球场边上的摊位体验购买当地的农特产品,让观众在长达9个小时的赛事时间内有了更多的玩法。 想借着这个村超的火爆,然后来宣传我们家乡这个苗族银色,手镯啊,还有我们一些花式工艺的产品啊,都特别多产品。 今天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,你看客人这么多了,也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手工艺传播出去吧,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贵州。 据悉,此次村超决赛阶段20强分为AB两组,先后进行循环赛和淘汰赛,直至决出总冠军,一共将进行98场比赛,主要在周末或节假日上演,持续至5月25号。 贵州村超新媒体传播负责人王永杰告诉记者,2024年的村超赛事将从增强球迷游客的互动体验赶入手,并还将开启国际赛事。 今年我们会着重加强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,并且在旅游消费这块进行一个更大的提升和服务。 球场呢,我们会把乡村足球的元素,足球文化进行一个升级,比如今年我们会有球队的应援歌,应援社,我们会有球队的专门的专属球迷的球衣, 你支持哪个队,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购买,然后进行一个氛围的升级和打造,让大家在这个欢乐海洋中更加感受到这里是村超的一份子, 融入到村超的这种足球快乐氛围当中。 在决赛结束过后呢,我们会开启美食飞移的这个全国友谊赛,全国女子的这个友谊赛, 还有这个全国青少年的这个友谊赛,开启一个全民狂欢,全民参与的这样一个足球友谊的一个比赛。 我们会在10月份举行这个第一届一带一路村超友谊赛,和贵州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足球友谊赛。